Hello, 早安,Ricko 今天我要教功課 不過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要示範你們一件事 一個APP 怎樣用remote control 來做這樣的影片 你看我按一顆東西 是什麼的? 這顆就是yearbook 這個是bluetooth connected to 我的手機 所以我會錄影影片 就是on and off 主要是pause 可以停止 可以停止 這麼多一會就會 continue to record 所以這個很好用的 bluetooth的yearbook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環境 Ricko說point of view 待會我會走給大家看 因為這裡很多人 在這裡morning walk morning walk很大的環境 很多人來morning walk 現在我要pause一下 下面多少 你會看到很多漂亮的花 黃花 你看看 漂亮嗎? 很多人在這裡每天都走 每天都走 不過老實說 通常我沒有走這個walkway 因為早上很多人 早上很多人 早上很多人 可能沒那麼多人 看我按這個 它就會pause 的了 我又換了pause 又按個continue 我們這個環境是這樣的 看一下 現場那裡 看到一個人是Duff D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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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pause 我們和很多這裡的規定 在這裡morning walk 做不同的 exercise 下站我 這個 知道什麼 做的 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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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我操作 我的手機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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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到卡通為止 我只是一招 現在我要結束 我按這個 然後 拍攝 OK 現在 另一招 拍攝 分別 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APP 這個APP 是 remote control selfie wire headphone 所以 當然 用耳朵 wireless 耳朵 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這個APP 是很簡單的 不過 我 我經常用這個APP 是要付錢 就是幾塊錢 記得 幾塊錢 我記得 覺得是值得用 這個APP 你bluetooth 升了 with你的手機 你可以拍照 用這個bluetooth 耳朵 你錄影片 也好 好 就是什麼 那個video 你按 start了 然後 你可以 按 pause 所以 你可以再錄 再按多擺 繼續錄 所以 現在 好像 我們 要去 以前 拍影片 我覺得 如果 我們的手機 放在 那個 tripod 那裡 我們可以 離開 開動 那個 那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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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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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 其他的人 啊 所以我覺得 可以想一下 大家 錄影片的時候 用手機 不需要 急著 放手機 在那個 tripod 拍了,我拍的時候,按 拍了之後,拿走它 然後拿另一個鏡頭 走開離開那些人,再按 這樣就 save 多一點 我Cutton用的Wireless Earbook是很便宜的 十塊錢左右的 所以,值得想一下的,大家